由沙家缅度台湾文化基金会所颁证的宜蘭县高中职清韩学生卓越升学奖助学金 原本只有14位的名额每人3万元 不过因为申请者大都非常的优秀 因此追加10个名额每人1万5千元 并且在今天由董事长赖明堂以及县长林聪贤等贵宾 亲自颁给受奖的青年学子 在美国加州沙家缅度经商有成的台桥赖明堂表示 伊兰有好山好水有台湾的瑞士支撑 因此特别选择本县设置高中职清韩学生卓越升学奖助学金 协助加进清韩的青年学子能够顺利完成学业 县长林聪贤除了代表青年学子感谢赖博士夫妇之外 也希望能够学习他们的爱心 将来有成之后能够回馈社会帮助更多需要帮助的人 像赖明堂博士 虽然缘度从洋到美国发展已经将近半世纪 不过事业有成以后 他能够去关怀别人回馈社会 我想这样的精神 在现在开始就能够有这样的一个涵养 我想今天各位得到这个奖学金 除了个人是一个比较大的荣誉之外 能够来跟我们这样的一个企业下来学习 也是一个很好的机会 我们所有的得奖同学 务必要把这样的一个理念放在心里面 因为整个社会阶级不可能一再的复制 我们必须要透过自己的努力 自己正面的思考和想法 才能够让自己或者整个社会向上和向上的流动 这种社会的体系是非常重要的 我们千万不要先到那个迷思里面 只会复权贴纸贴上然后过就好 如果各位你的标准是这样的低 那我们的整个国家社会就不会有希望 此外赖董事长近年来陆续补助高中职 清寒学生的营养午餐 今年扩大于物源研究协会 李肇征董事长联合补助 各出一万元美金 联统外界的捐款 共补助65名清寒高中职的学生营养午餐 宜兰新闻记者赖不新采访报导